大家好我是史蒂芬 大家好我是史蒂芬 然後我們現在準備倒數 5 4 3 2 1 一開始這個是叫神 然後孫黨跳 這裡送死是可以往前瞬移的 所以能快點 然後第一關的一開始這個點呢 我們拿這個隱藏 這個隱藏呢是不一定要拿的 但是呢拿了的話 打之後的Boss會稍微簡單一點 這個等我們之後再說明 這個隱藏的存檔呢 存的時候它會突夠彈 那個彈是有傷害判定的 所以順帶可以的 好 第一點顆 好這個是第一關 然後接著是第一個Boss 這個Boss的話 出招是順序固定的 有一點傷害 主要就是看手速和這個射擊的精準度 衝判定的 好 你好 嗎 喔 喔 弄我難 這把過了 這把肯定過了 這把肯定過了 然後這個第二關 一開始的連續交錯 這個第二面非常噁心的賺體 也不知道哪個腦瘡想出來 這邊卡比會有一個犀利 然後這邊的雲呢就是一個彈彈板 然後這邊是小boss 小boss的出招順序也是固定的 所以可備版 不過招式本身有點帶 那把肯定的 空襲模式基本上都是固定的 可以版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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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我們偷機啊 用損檔跳 對 損檔你很偷機 這邊這個卡比你可以跳過去 跳過去的話可以省約7秒的時間 但是有點難 這個蜘蛛坑之後應該還會出現至少三次 沒穿到 那個穿到沒穿上 可惜了 這邊經典啊就是跳一下 然後這邊第一個小boss 第二個小boss 是他說什麼你就跟著做 又打又 如果打得快的話 三個人就可以把這個DDD打王給推到四個 跳又打 右右打打 左跳右跳 然後這邊 外面會卡一下 因為我在切換這個設定 那麽這個bog 你是把下劍給它改成攻擊劍 比方說我是用Z劍射擊的 我現在就把我的下劍設定給調成Z 那這樣子的話我以後的每一發子彈都是雙倍傷害 然後這邊立刻就是第二個boss 那些Boss 那個招式還是挺固定的 有些Boss是不能用這個Bug的 那原因是因為有些Boss你不能在同一陣對他造成兩點以上的傷害 比如說第一關Hello Kitty就是這個例子 那有些Boss是可以的 所以我們就會在使用和不使用這個Bug之間來回切換 然後這個戰鬥呢贏的前提是必須要拿下第一關的隱藏 拿下第一關隱藏之後這個戰鬥你才打得贏 然後這個戰鬥打完之後你在打Boss的時候就會有人幫你射子彈 然後就會簡單一點 但是實際上在極限狀態下拿這個道具其實會慢一些 所以目前的WR是不用這個不拿那個道具的 然後這邊是有個哥會一直撤擊 然後這邊是有個哥會一直撤擊 那個固定的擴散彈 第二面是固定的這個有間隔 射擊 這個第三面隨機戰 對 中心對向 對 中心對向 對 中心對向 扣到紅點 蹲一下也會死 然後繼續 緊接著就是第三個Boss 接��에不到 沒有問題 我現在做了 我現在做了 然後第二階段是一個 後面這個耐久還挺末的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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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 全部 然後第三階段的話是先躲這個藥氣的蛋 然後接著瑪利亞會跳下來 那麼他的他的這個提琴越小速度就越快 然後接著是最精彩的關卡第四關 打一個Bug 穿牆Bug 時間方式是這樣的 他隔屏就有一個存檔 然後存檔的一瞬間倒過來 然後他會判定你卡到牆裡去 反覆幾次之後就可以穿牆 我解釋一下 找一陣 這個跳是一個一陣跳 這邊這一跳 這個一陣跳 找一陣玩一陣都得死 那這一關的話基本上我們是用一個Bug 直接跳過整關跳過 然後如果我在接下來這個Boss死掉的話 這個這一段得全部走一遍 所以希望不要死 進來 最後更快 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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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 看這個藍波是有犀利,就看著感覺沒什麼差上去 然後這邊遊戲靜音,可以跳過一個動畫 然後DK就來到了第五關 這邊按這個機關,讓刺飛上去,然後再GO 然後這個點待會有一個小跳 然後我的鍵盤不知道按不按得出來,所以可能死了幾次 這個地方,欸按出來了 然後這個很重,它是一個兩陣跳 如果你有貼翔的話,它就是兩陣跳 沒貼就是一陣跳 這一面的話,這些怪跟著你一動,但是慢你一步 所以去GO引它 然後接著這個BOSS是比較難的一個BOSS 可能會死個幾次 這個BOSS難點主要是打不準,那個索尼克判定太小了 主要是這個第二階段 選手反乃隨便很 就是切換回之前的模式 因為下一個BOSS是我之前所說的 沒有辦法在同一陣造成兩點以上的傷害 然後這一關的話,主要的難點是一開始這個地方 那一開始這個地方是 一個空中的克星 然後加上極限勾引 然後當然還有最後的這個點 這邊的話,理論上它會追著你 但是呢 如果你可以把它卡到一個正好的角度的話 它就不會追你 然後這裡有個出箭殺 然後這個地方要小心 有可能會死檔 死檔的話我就只能被用存檔了 利用這個存檔跳 來skip下面的好幾個耐久 感覺應該不夠有 感覺應該不夠有 放過 我穩一點 我可不想死檔 然後很快的來到了下一個BOSS 這個BOSS的難點主要是它的 等等可以看到它的火焰是隨機的 其他的都是固定的 這邊從底下噴上來的這個火焰是隨機的 從上面掉下來的也是 基本上就那個火比較容易殺死你 其他的就還好 嗯 普通說一下 這個這裡面的水雞蛋只有那個 剩下的看著像水雞蛋都是固定的 然後還有個第二階段 這邊是一個耐久 那邊沒有 然後接著第7關 第7關的話又分為兩個 這個地方是你靠近他 他就會過來追你 但是呢 他是可以射掉的 這個過來是可以被射掉的 這個點的話用跳和下去控制這個 這個應該是鞋子吧 我都叫他鞋子 對面這個日子座的這個這一面 真的是打個腦袋下 然後接著這個點的話是 讓怪踩在上面的磚懷 否則他會掉下來踩死你 然後這個點呢 是蜘蛛 先勾你出來之後趕快往回走 上你 還有一把 然後接著就是第七關第二部分 那麼這個怪呢他是 只要你靠近他 就或者是你在他面前出現 他就會射你 這個怪就是經典的那個 核心裝備的那個 也是出自核心 也是出自核心 這邊有上中下三層 那第一層第二層 基本上都是抓一個時機 過去 他的攻擊模式都是固定的 還有一個固定的循環 那你就抓住他的那個空隙 過去就可以了 第三層的話他是一個隨機蛋 他名義上是隨機蛋 可是只要你在同一台電腦 啊 忘了 這 只要你在同一台電腦上面 這個隨機蛋都是 永遠都是一模一樣的 還有最後的那個出箭殺 這個地方和第二關尾端一樣 都是跳一次 次就斜換一次 這裡我補充所有的打開 先去上面按這個按鈕 然後下來 下一個BOSS 那這個BOSS呢他有一些小怪 我們得先把他這個小怪給打死 才可以對他本尊造成傷害 如果你傷害高的話 這個時候 在這個階段其實就可以把他給殺了 但是 我手速不快 要多打幾個流程 所以後面基本上 都是固定蛋 就是背板就可以了 他可以了 在這陣子嗎 就是 他可以了 來吧 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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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省掉一段動畫 我死了 我死了 然後接著是 這個第八關 第八關也是這個遊戲比較長的一關 原因是因為有很多類似的馬比奧遊戲的那種自動捲軸 那種地方是不能加快的 就像是這裡 這個地方都是不可能再更快 所以我們要去哪種地位 沒錯 我們有很多東西 我們要去哪些地方 我們要去哪種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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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他的冬 championship 我一次悟应该快到那个非常非常经典 然后这边做这个也是一样,都是没有办法再更快 然后就是这个游戏很有名的一面,跳赤 然后这个boss很烦,很烦的原因等等就可以看到了 前面还好 这个boss出电体验很差,有全出电的 到这边都是背板就可以了 然后真正难的点是这个点,这个点是随机弹 然后他的这个随机弹,他是可以飞出萤幕外面的 所以如果他飞出萤幕外面的话,你是很难预测他的弱点的 这边我伤害不够,可能要多打一个攻击 然后下一关 然后下一关 特星 呃,刚刚那个boss出处是真正快打,但是具体是谁 然后这个点的话,踩乌龟 把全部的乌龟都踩死了 这个门才会开 我这个方法比较慢 你可以快差不多4-5秒吧 然后这个点的话是左右镜像 当然刺也是镜像的,所以要小心,不要被炸死 这边的话,又再找这个怪踩P 把这个硬币变成砖头 你就可以过 然后这个小boss 他是 你把一个大的给打掉的时候 会分裂成两个小的 但是呢,如果你在同一阵 一次打死两个 一样大的怪 那么只有一个会分裂 另一个会直接消失 我这打的不是很好 有可能会死 OK,伤害不够 伤害不太够 我试着一开始多打他一种伤害 OK,这个就 伤害就很高了 对 然后这几面的话是一个解密 我们必须把这个箱子推到 右边的这个门 把它给打破 然后才可以继续往前进 上个游戏的解密是滑块 这个游戏的解密也是滑块 这可是他们不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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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实际上我们是走了一个 有点偷鸡的路线了 我们利用那个板子可以 踩在板子上面可以跳 走一个稍微快一点 想你说一下这个层 这个层是加速层 就是出层之后的 你的层像移动速度会变快 然后这个打 蛮不存 然后这边是很安全 除了这个蜘蛛以外 这边的话我们希望这个Boss的位置 贴近地面一点 让我们是平A可以A到他的地方 如果他在空中的话我们就A不到他 那么这个地方所使用的Bug是 创作者 他把数字键1 这个按键把它拿来当做 测试Boss攻击的武器 的一个 这个按键 你按下1 那个Boss的攻击就会重置 可是他忘了把这个键给修掉 所以呢我们现在玩家也可以使用 然后这关 第10关 也是很长的一关 这两个档我们先不存 看看会不会死 好 OK 好这个 死的 如果这个地方 都没有死 到下一个 下一个点都没有死的话 那么 等等就会看到了 是可以超捷径的 自从一开始 的那个点 到现在这个点 都没有死 然后还没还没结束 到这里 到这里如果完全没有死的话 这个红色的墙 你是可以直接过去的 但是呢 既然我死了 那么这边必须要绕路 按下下面的这个红色按钮 把这个墙给取消掉 把这个墙给取消掉 然后这个点如果我 没有错的话 他是只有一阵的空间 可以站 可以站 好看一下 OK 然后这边是很重 好 非常好 新的死法 第四 来的时候 我们是不需要按那个 按钮的 但是如果死了之后 那就必须得按了 因为死了之后 他那个 砖会重置 就是 这边的话 上面 掉下来的这个飞镖 他是随机的 随机的 然后 背后跟着你的这个 他是 固定的 就是 他是跟着你的轨迹者 所以理论上 你可以操控他 OK 然后接着 下面这个点呢 他是一个耐久 不过 有个点可以偷机 这边赶紧上去 好 这边 我没有成功 一段跳没按出来 这个招式 你们看了 是不是会觉得有点眼神 好 刚好够 这后面还是有一小段了 但是我们利用刚刚的这个平台 把它给 抠掉了 然后这个点的话 那个 邓强给你的 速度 必须要保持住 要不然这个点 跳不过去 然后接着就是这关最后一个点 那这个点和之前的道理一样 如果从 橫总到这边 都没有死的话 那么你是 等等就会知道 不需要绕路的 但是呢 我们刚刚死了几次 那么只得一规规规遭路 慢个20秒吧 左右 20到30秒 然后接着是下一个Boss 那这个Boss的话 他是 他的攻击模式是随机的 从 数个模式里面 挑选一种 那个就是免费的伤害 然后这个的话 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 然后这个是很糟糕的一个攻击 因为他 非常长 而且有个随机弹的点 是可以杀掉你 就是这个点 然后这边跳 应该是最长的一个攻击 对 WAP简单就是 一直按 一直射就可以了 他给你的攻击时间也是很长的 所以 那个攻击模式是很好的一个攻击模式 然后 还有Jump 这个跳他不难 但我刚刚不敢说 我怕把我进给NICE 然后这边死掉实际上会快 就你杀完这个Boss之后 你故意 故意自杀 不管是按Q还是什么方式 故意自杀 会实际上会更快一点 因为跳过了一个动画 这边的也是用一个Bug 那么这个Bug他是 就是 你同时按折 跳和射 然后呢 一直疯狂的按 那你就会慢慢的往上升 草 我不知道我在干嘛 我刚应该是没看的 我没有碰到 这边要过去触发这个机关 把那个墙往下推 好 触发这个机关 把这个墙往下推 然后 再採一次 再按一次这个机关 就可以过 然后这个地方 骑着这个 骆驼 圣党 求你了 哇 竟然行不通 换个点圣党 好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对 我过的这个方法 他对某一些存档点 是 行不通的 然后这个地方 按这个按钮 然后实际上 你不需要按 不一定要按它 下面这个跳是 下面这个点呢 你不按按钮一样可以过 但是 非常困难 就变成是 非常困难 然后这个点的话呢 你是 射这个 红色的 东西 然后你会 自动跳一下 这个 自动跳它是 不在二连跳的 二段跳的范围内的 这边也是一样的道理 然后这边做个神党跳 然后这边做个神党跳 然后结尾 结尾 就是刚刚那点结尾 再用一次 之前说的那个技巧 就是一直按住 跳和射 然后按R 自己就会慢慢往上升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最后一个塔给跳过 然后接着这一段的话是 通往最后一个BOSS 最终BOSS的一段路 好 那这个就是 最后的BOSS Saurvain 也是 俗称燕麦盒 那这个BOSS呢 它有四个阶段 比较难的会是 第二个阶段 那第一阶段就是 简单的一个 就一个普通的BOSS BOSS战 然后 第二阶段的话 一开始可以射它 但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我的子弹就 对它没有用了 那么 就必须要靠着 它的这个子弹 然后它自己去打它 那么 这个点的话 根据你的伤害 你可以快或者是慢 如果你很快就打死它 你当然就 省了一些时间吧 如果你修稳 那么就是比较慢 那么就是比较慢 这里极限打的话 得预判勾引 挺难的 我怎么一说话就死 我怎么一说话就死 我不说 好我们再试一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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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 上 - 嗯? 一陣上就第二階段比較難 這後面 應該是不難 應該是不難 沒問題 就去吧 二阶段手速够快的话,在这射击阶段可以把这个血量射到只剩大概三分之一 这样后面就这一阶段就会打得比较快,也不会太看脸,但是手速不够就没 十八,超,差一点 這個應該是1-2滴血 ok 好然後我希望我不要在這個地方死了 要不然就得重打這個二階段 就是個耐久 基本上前面的大部分的boss都出來了 啊 經典之前所有boss全部出場一次 這個索尼克要跳得夠 這邊改按鍵記得 然後沒疑問的話應該是過了 好 夠了夠了夠了 那計時準備吧 這邊的話 那原則上應該是要 試著去躲這個boss的攻擊 但是我們這個社群的玩家呢 找到了一個 永遠不會被打到的點 那就是在螢幕的最左側 好 計時準備 停 好 那以上就是這個遊戲全部的流程 對 感謝收看 學長計時停一下 停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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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想跟選手連賣 但是他那個是Discord 我這邊拆開了 這個平台不一樣 對 他那邊在Discord呢 不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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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有沒有那個有沒有想說的可以直接 直接說啊 說完就可以停止了 有沒有那個有沒有想說的可以直接 直接說啊 變什麼吧 就可以停止了 沒什麼吧 好 那 OKOK 那 那就 我看看下一個是什麼 OKOK I wanna can't stop 那就 那麼我們 我就 我看看下一個是什麼 就後面的這個 那麼我們 選手 我就 順利吧 不要 不要翻車 好 順利吧 不要 不要翻車 好差不多就這樣 我們下次見 好差不多就這樣 我們下次見 好差不多就這樣 我們下次見 解說飛到各個選手呢 你太難為我了 誰給我報銷這個飛機票或者火車票 好 接下來就是一個常規的禁忌啊 I wanna can't stop 的禁忌 本來三個人 他們就是直接用 用原版的一個模式 是嗎 對 原版的 正常的禁忌 正常的禁忌 好 打給我 叫姦 跟我們 打拼給我 打拼給我 叫一個霜 把開手 叫做不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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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拼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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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一个next